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做非常好吃的花生米 不需要油炸,比油炸的还好吃 首先我们把花生米清洗干净 然后再控干水分,装入碗中 加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让每颗花生米都裹上鸡蛋液 再加一点点盐,搅拌均匀 加适量的淀粉 搅拌均匀,让每颗花生米都裹上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过滤出多余的淀粉 再把它装入烤盘中 再把花生米铺均匀 放入烤箱,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 时间到我们把它取出来 放在一旁备用 起锅放少许油 加入适量的白糖 炒至白糖融化 微微花黄 再把花生米加进来 翻炒均匀 再撒上适量的熟芝麻 再翻炒均匀 一开始会有点黏 等花生米凉了之后 就不黏了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花生米这么做又香又脆 真的是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这边 我先进去